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記得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點半就要鎖定我們生活調查團 因為現在來八月底就剩下幾天的時間 大家還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送給大家的貼心禮品 不過即使過了八月也好 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因為在我們的節目當中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事不宜遲馬上進入今天的調查 ChangK不單可以令人愉悅心情、釋放壓力 還可以令你過一把明星人 也是不少人聚會的活動首選 嘉極一直都是KTV的旺歸 但現在一眨眼已經去到暑假的尾聲 也有不少同學會在這幾天的時間聚會 約上三、五、之幾訂回K房一起唱K 緊急時間已經來到凌晨兩點了 也就是說我身後的這群年輕人 是在K房裡唱了五個小時 但從他們的面容和身體上 一點都看不出疲倦的感覺 現在過去跟我們聊聊 Hello Hello 對,跟你們聊一聊 你知不知道唱K不當的話 很容易會小命都不保 蛤?我們唱首歌而已 會不會沒有命那麼誇張 可能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這個女生有同樣疑惑 究竟唱K喪命這一說是從何而來呢 我們一起去片 人家唱歌要錢 你唱歌要命 趙本沙小粉裡的這個搞笑的說話 居然在現實生活中很嚴重 一度假期就迎來KTV的旺歸 不少人三天賣兩天就會和朋友唱K 也有不少人出了事故 這個時候各種有關的傳言也都越傳越唸 下面就等生活調查團來輔調一下 這幾年有關KTV的那些事故 唱K竟然智龍? 何彭一位小姐為了釋放壓力 經常和朋友唱K 結果患上了噪音性耳龍 在山西、福建等地方也發生相同的案例 唱K唱爆肺? 廣東一名大異的學生因為唱K 而導致爆肺 而同樣的事還發生在一名湖南男子的身上 唱到死為止? 傳言說,安平某女士在KTV唱歌 採到心臟病發作不幸身亡 而長沙亦有一位男子 在KTV唱歌四個小時後 導致心臟病發差點爽命 以上所說的事故都跟唱K有關 少到怡龍大到爽命 而每個相同的事故還有好幾個版本 究竟誰才是故事的原版呢? 我們真是無從考究了 不過我們今天要調查的重點 只不過是事件當中的這個傳言的真假性 首先我們就要來調查一下第一個傳言 唱K是否真的會導致我們的噪音性耳龍呢? 說到這裡,社會調查團 還找來了幾個類似情況的電影案例 可作參考 在電影當中,就是這樣一聲巨響之後 直至令人失去聽說 看來這個聲音的威力還真的太大了 不過電影歸電影 有人說這個是有藝術加工成分 有誇張的嫌疑 那在生活當中,大家唱完KTV 又會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你們唱完KTV的時候 那個耳朵有沒有那個不舒服的時候 有點瘋瘋的響 耳朵瘋的響 對 不會啊,就會瘋瘋不舒服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 感覺沒感覺到 我們問了這麼多的人 他們都表示未出現過完全失衝的情況 只不過偶爾可能會有耳朵 嗡嗡響 又或者是有一點幻聽的感覺 那是不是就是說 唱K發出來的那些聲音 不至於令到我們失衝呢? 那家家是一個非常無實求真的人 所以今天就帶著大家 一齊來到一間普通的KTV 感受一下不同的音樂 這次調查員 將會拿著噪音測試熱 去到K房測試不同歌曲的噪音分配症 即不查不止到一查下一條 剛才我在K室的外面聽了一下 其他的房裡面真的吵吵閉 平時自己在裡面唱歌的時候 就真的不覺得有這麼大聲 但是原來隔著門都可以很清晰地聽到 裡面在唱什麼 而且聲音還要很大 那究竟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裡面的房間的分配有多高呢? Hello 在那個實驗開始之前 我想要先諮詢一下單位 平常你們都喜歡唱K嗎? 喜歡 那你平常大概不久一個頻率會去唱K一次 我每個星期都會唱 那你呢? 我無聊的時候會去唱歌 所以頻率還是比較高的 那你平常喜歡唱什麼類型的歌呢? 我比較喜歡高音的真快的歌 高音真快的 所以一直都是超High的那種 是 那你呢? 比較喜歡那種邁人的抒情的 抒情的 你呢? PIPPOP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每人挑兩種不同風格的歌來演唱 然後我會測一下大幹子唱的時候的分配 那現在你們可以去選歌了 這一次我們的工作人員 將演唱KTVK歌榜前十位的歌曲 現在就會在他們唱歌的時候 測試K房的噪音分配證 並且是一一紀錄 從這一次測試的數據來看 家家就發現在唱一些節奏稍慢 輕鬆的歌曲的時候 K房的噪音分配達到最低 不過也有八九十分配 而在唱一些節奏快 高窮的歌曲 K房的噪音達到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分配 那剛才我們就在KTV裡面 是記錄了各種不同的分配數值 那不知道這些數值各自代表了些什麼 又會不會導致我們出現噪音性耳濃的呢? 如果持續在這 就是說唱歌的環境 造成太大的環境帶下去的話 是可以導致清理損失的 專家亦都說 分配在六十以下為無害區 六十到一百一十為過度區 一百一十以上就是有害區了 當K房的噪音達到一百三十分配 就已經相當於噴射機起飛的聲音 很有可能對人造成噪音性耳濃 究竟這樣的高分配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耳朵呢? 為了知道事實的真相 我們都會通過一次實驗來說明 同樣地 我們都邀請了我身邊的這三位志願者 就跟我一起來到醫院 晚上我就會帶他們上去做一個聽力的檢測 看看他們現在的聽力情況 好,出發吧 嘉嘉這次就帶著三位工作人員 來到醫院做一個聽力檢測 在經過一系列專業儀器的詳細檢測 醫生就說三位志願者的聽力完全正常 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員的聽力還非常好 好,剛才就帶了三位志願者上去做一個聽力的檢測 發現他們的聽力都非常之好 我們現在就馬上出發去唱卡 現在你們的心情如何? 開心 好,我們就懷著這種激動又開心的心情馬上出發去唱卡 走 一會兒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在KTV那裡連續嗨過三個鐘 所以三位同事一去到KTV就熟頭熟路地點歌 不過看到他們點歌的架勢 好像要將這裡所有歌都唱云一次 不過在這裡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這一次實業是在醫生日子之下進行 所以電視機前的朋友千萬不要模仿 好了,那現在時間就過了三個鐘的路 言下之意也就是說這三個這麼high的志願者 是足足唱了三個鐘頭過 不知道他們現在唱夠了沒有,有什麼感覺 耳朵沒感覺,還是跟平常一樣 很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沒有,沒有 那你呢?喉嚨有點乾而已 只是喉嚨有點乾 那你呢? 沒有,好high 我加了一鐘你好嗨 那其實我們不可以完全按照這三個志願者自我的感覺 去判斷他們的聽力到底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帶他們去醫院做一個檢測 做一下對比 在工作人員喊過了三個鐘之後 我們再次帶他們來到醫院做聽力檢測 經過醫生詳細的檢測之後 結果顯示大家的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那是不是可以說明唱K 真的會導致傳言所說的噪音性耳龍呢? 導致聽力損失的話 是根據它帶的時間長短成正比的 帶的時間越長可能對聽力損害的局越大 那麼會不會說下降到一個不肯逆轉的一個比喻? 那這樣的情況是可以導致照應性耳龍的 而且不單純可以導致照應性耳龍 還可以導致傳導性耳龍 引起鼓鼓窗窮,聽鼓鏈診斷等等 嗯,專家就說了 參與實驗的三位志願者都出現了聽力下降的情況 不過慶幸的就是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暫時性的情況 那只要說這三位志願者好好地休息 都可以恢復正常的狀態 那在上面的實驗可以證明 這個K是對人造成聽力下降的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嚴重到失衷呢? 現在我手上就拿著一張無異的人體耳鼓膜 它是非常輕薄和很脆的感覺 反而我大力一點它都會爛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拿著這張人體耳鼓膜 去還原一個真實的和科學的實驗 在大家的眼前事不宜遲 即刻進行實驗 在這次的無異實驗當中 我們會將這個無異的耳鼓膜固定在音響旁邊 而工作人員就會將音響連接電腦 播放一段一段 由慢到快 由輕到重的鼓聲音頻 在播放鼓聲音頻的時候 無異鼓膜也都有微小的震動 而去到最後的時候 無異的耳鼓膜就發生了破裂 為什麼聲音會有這麼大的威力呢? 因為聲波的話 它在自然界纏導過程 它是這種波形傳動的 波形傳動的話 比如說我這個手是耳膜的話 聲波再這樣傳過來一次 它就震動一次 連著耳膜的就是聽鼓鍊 聽鼓鍊的另一段是連著內耳 那麼聲波在傳導過程中間的時候 它鼓膜聽鼓鍊是不承認在這樣運動的 這樣人體在正常感覺到聲音 那麼聲波傳導的比較弱的情況下 它鼓膜震動的幅度是比較弱的 聽鼓鍊也是一樣 聲波很強的話 它震動頻率也高 運動幅度也大 所以聲波強大一定程度 聽鼓鍊和耳膜運動過強了下 就有可能導致鼓膜唱功 聽鼓鍊真的大 原來操聲是一種聲波 它是有能量感 操聲強度越大 能量就越大 以鼓膜在長時間受到刺激和震動 就會出現破裂了 從上面的調查看來 這個KTV對耳職的聽力還有不少的傷害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保護好聽力的唱歌呢 如果是經常去的時候 唱比較爆聲一樣的聲音 唱到很小的環境 那麼你就要減少去KTV的速速 那麼唱的時間方面的話 最好維持在兩個小時左右吧 調查到這裡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 我們的耳朵是相當脆弱的 由於唱KTV的環境 噪音分配是比較高的 一旦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 受到長時間的震動和刺激 我們的耳鼓膜是很容易會產生破裂的 所以說唱KTV會導致噪音性耳落 這個傳言是真的 唱K唱爆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爆肺又比我們帶來多大的健康風險 還有人唱KTV唱到連命都沒有買 是真的不對 我們還可不可以好好唱K 做個咪吧 下次回來 《生活調查團》找你繼續調查到底 現在我們回過頭看看第二個傳言 他就說一個大學生因為K哥太猛 導致爆肺 被緊急送到醫院 竟開胸手術之後才挽回生命 唱歌都會唱爆肺 爆肺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爆肺的實意就是氣空 因為人體的胸無腔是一個緊密性的潛在性的康徑 在先天性的因素影響下 那邊有一部分的肺小炮會慢慢融合成為肺大炮 肺大炮之後在肺的耐力突然間增加的情況下 它會破裂之後就會形成氣空 專家還說爆肺之後會導致肺炎被壓縮 從而引起呼吸困難 嚴重的時候可能會危及生命 到底唱K會不會導致爆肺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模擬實驗 首先就準備了這次實驗的道具和主角 就是我們的豆腐 那話說話爆肺和豆腐又有什麼關係呢 事不宜遲 馬上將我們的實驗道具交給專業人士 現在這裡已經準備了一個中間掏空的塑料板 上面就蓋著一層塑料網 這個就是我們模擬的胸網 在這個塑料網中間就放了一塊豆腐 用來模擬我們柔軟的胸腔器官 隨著音樂響起這個塑料網上面的豆腐 也都開始舞動 細小的豆腐碎漸到四周 模擬的胸腔膜震動得非常之厲害 隨著音樂的高潮 豆腐震動得更為激烈 甚至散開移動 從實驗的結果來看 這個模擬內臟器官的豆腐已經散到不成形了 那是不是可以說明唱K會導致氣空呢 這個情況是個案來的 不具有那個普遍性的 那怎樣的人才會出現唱爆肺的情況 因為那個青壯年的男性 這個燭光型的身材 它那個肺炮的彈性纖維的先天化又不良 在不良的情況下 它肺炮逼彈性消退之後 會形成一個肺大炮 突然間外力的情況下它就會破裂 醫生就說體型消瘦的男性相對來說會容易出現氣空 那跟唱什麼歌是不是有關的呢 連續錶的高音歌曲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唱高音的歌而且是連續唱下去的話 在這個壓力變化的情況下 它會容易造成肺炮破裂性的氣空氣炮 唱歌尤其是唱高音的歌 因為長時間閉氣會令到原來肺部有缺陷的人 多且閉氣之後導致肺大炮 而在比較薄弱的地方發生破裂 如果一旦出現 譬如呼吸困難 那就要及時去診治 醫生還說輕微的爆肺我們不容易察覺 不過也不需要過分擔心 因為情況輕微的話 好好的休息幾天 胸殼的氣體就會慢慢被吸收 包兵也會慢慢餘口 原來不是所有的人唱歌都會有爆肺的可能 只不過像我們這些身材比較瘦弱 比較消瘦的人唱歌的時候就要特別注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太適合飆高音唱一些很high 很激昂的歌曲 不然就很容易發生爆肺的意外 調查到這裏 是不是可以完美結束呢? 當然還不行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傳言無求證 那個就是在KTV唱歌 是不是會唱到心臟病發致死呢? 唱歌本身是一件開開心心的事情 但現在竟然有這樣的傳聞 令人開心不起來 究竟唱歌是否真的會導致心臟病突發? 我們接下來繼續調查下去 講到心臟病突發 我們平時看過不少電視劇都有演 它是要有某些條件的 我們根據電視劇 准結了心臟病發的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情緒過於激動 第二,身邊沒有洋文 第三,就是過於劇力的運動 雖然說電視劇的情節可供參考 但這些導致心臟病突發的情節 不一定都是完全真實的 所以我們還是問一下醫生的專業意見 一個就是病人突然有情緒激動波動變化 第二個,你可能停伏了原來心臟病的藥物 第三個是你過度的疲勞了 不知道患有心臟病的人 是不是可以去KTV呢? 這些人群我建議 就是盡量少去KTV去唱歌 醫生就說 心臟病患者是不可以去唱K 那KTV這一種過度興奮的環境 對於健康普通人來說 又好不好? 好啊 心跳持續快對人體是一定產生影響的 但是如果你在持續在嘈雜的環境裡面 或者持續的興奮狀態 導致我們心臟的供血就會嚴重的不足 甚至出現猝死的一個情況 醫生就說 正常的心跳應該是每分鐘60到100下 低於60下或者高於100下都屬於心率失常 那心率在過度興奮的環境 心率就會上升 所以就會有引發猝死的危險 真是不查不知道 原來不僅說有心臟病的患者不可以隨便唱KTV 連我們這些健康的聖場人都是一樣的 那到底在唱KTV的時候選擇什麼歌來唱 才可以保證我們心情愈悅之餘呢 又可以保證到我們的小心臟的安全呢 我們再次請到我們的工作人員作為戰者 我們將會帶著測試心率的儀器 分別唱不同的歌曲 在這個期間我們將會逐一記錄他們的心率 看看哪些歌會在安全範圍之內 好了 剛才我就在點歌機上面 點了排行榜前幾位的五首歌 現在這次就排了在這裡 好 等一下就會要這三位志願者 去分別一一去演唱這幾首歌 然後我在旁邊也會做下他們的心率的一個登記 看看最後會怎樣的結果 剛才三位志願者都已經完成在排行榜上面的前五首歌曲了 而且他們在演唱的過程中 我也有記錄他們的心率 現在就一齊來看看我整理出來的數據 小玲在不唱歌的時候 心率正常狀態是72 而唱到最high的時候 就出現在第二首歌 心率是98 而心率比較平和的時候 是出現在第四首歌 心率是71 阿壹在不唱歌的時候 心率是80 而唱到最high的時候 也出現在第二首歌 心率最高是101 在唱到第五首歌的時候 心率也是相對於緩和回來就是84 那豆豆在不唱歌的時候 心率就是62 而唱到最high的時候 也出現在第二首歌是96 唱到比較平和的時候 是剛剛開始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心率是85 不同的心率代表著什麼呢 我們由於唱怎樣的歌曲 才會相對安全一些 下面我們一齊來聽一下醫生的專業意見 首先你看到這個心率 一唱了比較興奮的歌曲 或者比較快的歌曲 那個血壓呢 三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心率呢也是有增快 那其中有的人呢 還超過了我們正常的心率 正常心率呢 最多60到100次 你達到一百零幾次的 那這個是心率是肯定增快的 但是如果一般的健康人群 如果你說唱首快歌 那這種心率增快一下 就是沒關係的 第二個呢我們心脏 本來就可以耐受這種短時間的 行動過快 但是長時間行動過快以後 我們心脏就會出現缺血 唱歌和聽歌呢 原本應該是一種美的享受來的 但是現在有不少人呢 就進入了一個審美的誤區 認為是飆得到高音呢 才是最厲害最厲害的 其實應該不是這樣去理解的 只要說你根據自己的自身條件呢 唱得最舒服 和聽那個呢都舒服的話 才是最好的 那究竟有些什麼小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巧妙地成為一個麥霸呢 米霸小技巧 想要用聲效打動人 音樂和人聲的配比就非常重要 一般音樂的聲音佔60% 人聲佔40% 這樣合出來的聲音是最動聽的 如果堅持以飆高音 可以用假音 KTV的控音台裡面 一般有降調的功能 如果遇到實在難以駕馭的歌曲 就可以對歌曲進行降調處理 好了馬上就來到我們今期節目的送禮環節了 究竟誰才是我們今期節目的幸運家庭呢 馬上去片看看吧 好 阿姨你好 你怎麼稱呼呀 我們是公共頻道的 公共頻道 謝謝 許阿姨 我們可以進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阿姨剛才我看到你在看我們生活調查團 是的 那我問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廣場舞吧 阿姨您最喜歡哪個主題呢 那我最喜歡穗心的吧 我們平常的話下去跳廣場舞的話 最好穿什麼樣的衣服呢 比較寬鬆一點的吧 比較寬鬆一點像裙子一樣的 穿起來可能跳台舞好看一點 您看了我們生活調查團之後 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主要是一些生活上面的 像你像說一下前段時間那些 那些肉的質量 大家不放心 那些完了通過你們這些節目呢 看完了以後 才可以辨別一些真假 謝謝謝謝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謝謝 你好 我們是公共頻道 社會調查團 謝謝請請請請請請 那真是您最喜歡 我們社會調查團的哪個調查員呢 家家 家家呀 我家家鐵粉 好我就代表家家 把今天的禮物送給您好不好 謝謝謝謝謝謝 來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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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這次節目的話 您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今天的這方面好 像這個關於一下 什麼幫助人的關節 對一下健康這方面的節目 還是可能 對觀眾的掌受益比較大一些 你拍了我這次節目之後 你覺得我們家阿姨出去 跳廣場舞的話 她應該穿什麼樣的鞋子呢 從運動鞋好 輕便一點的 回答對了我的問題 我們這裡還有一份交流 好 謝謝 謝謝好 好 今期的禮品 就全部送完了 如果你都想成為我們下一個幸運家庭的話 就記得鎖定我們公共頻道 逢收一次收五晚上 看生活調查團 今期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下期同一時我們再見了 拜拜